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纸》作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对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极大地影响了古代人的生活 一间纸信 遥际相思 一篮纸书 满腹经纶 一架纸鸢 游异同去 一挂纸贺 喜结连礼 种种场景无不与纸的产生 有莫大的联系 在造纸术的发明过程中 汉代一个名叫蔡伦的人 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伦从剥茧抽丝中获得灵感 将地上脱落的绑竹茧的绳子放入桶内捣烂 剥洗成丝 然后用竹帘承接成形 放到空旷的地方 晾晒最终成纸 这就是蔡伦纸的由来 到了明代 经过古代人民的不断改进 在宋映星的笔下 《天公开悟》中记载 造纸已经成为一个成熟而完整的制作体系 从选材 斩竹飘膛 到获取纤维的煮黄足火 冲旧 再到素纸成形的荡料入帘 附连压纸 透火被干 一步步 最终成为一张张洁白的纸张 乘着时间的翅膀 变成一本一本经典古籍 呈现在我们面前 而到现在 在追求机械化的今天 造纸行业也早已脱离了最早的作坊式小户制作 进入了机械化的时代 纸的定义也早脱离了传统书写的范畴 更多型号 更多特性的纸 逐渐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但是 我们在高性能纤维实验室里 却见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场景 铁架台 酒精灯 铁夹子 一切准备就绪 只见实验人员拿来一张普通的A4纸 和一张传说中的不怕火的跟纸差不多厚的纸布 先用铁夹子把A4纸固定在铁架台上 然后迅速点燃酒精灯 一瞬间 A4纸就燃起了火焰 不一会儿就化为了灰烬 而同样是遇上了酒精灯的制烤 这张黄色的纸布却显示出了它与众不同的一面 在酒精灯的制烤下 它会有些许火星 一旦离开火苗 它就主动熄灭 只留下刚才火焰烘烘烤留下的黑色痕迹 这个能与火共生共舞的纸布 就是一种名为方轮的高性能纤维材料 方轮纤维又叫方向族聚氧纤维 它是一种新型的高科技合成纤维 它具有高强度 高磨量 耐酸碱腐蚀 耐老化等性能 广泛应用于符合材料 特种防护服装和高温空气过滤等领域 说起方轮本身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不过他的兄弟诸如狄伦 锦伦等等 却早已被众人熟知 作为轮氏家族的成员 方轮从诞生起就因为诸多独有的特性 在军工 消防 航空航天等方面 发挥出极其优秀的性能 与别的化学纤维不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方轮纤维的发明 对于材料科学的发展却是划时代的 回到方轮本身 同样的环境下 A4纸和棉布都能燃烧 为什么方轮布却不燃烧呢 普通的天然纤维呢 它在高温情况下会分解 产生可燃物质 这个可燃物质在氧气和环境的作用下 就会持续地燃烧 而方轮纤维呢 它的化学结构是非常稳定的 就在300度以上的高温情况下 对它的强度几乎没有影响 即使在400度以上的高温呢 它也不会发生 裂解产生可燃物质 这样的话呢 它其实是离开火焰 就会自己熄灭 不管什么物质 想要燃烧 都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是可燃物 就是能燃烧的物质 比如木材 第二是助燃物 比如氧气 第三是达到着火点 或者油营火源 比如我们常用的火柴 就是通过摩擦产生超过火柴头 着火点的温度 从而点着了火柴 纤维是一种细丝状物质 大自然中就分布有很多纤维 比如从植物韧皮得到的纤维 如亚麻 黄麻 萝卜麻等 就是植物纤维 绵羊毛 山羊绒 蚕丝等 就是动物纤维 而各种石棉就是矿物纤维 为了展示方轮更多的特性 我们分别对方轮制品进行了多次检测 首先 我们将方轮纤维和方轮布 放到热风风干箱中 用高达200摄氏度的热风 对它们进行风干处理 同样接受考验的是它的兄弟锦文 就像把人们放到撒哈拉沙漠里 不给喝水 不给吃饭一样 经过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烘烤 我们把这两组样片 拿到检测台上进行强度测试 实验结果显示 方轮的性能下降程度 原本紧轮低得多 然后 我们又把方轮和我们常见的棉布 放在一起 经受酸碱腐蚕的考验 我们把95%浓度的硫酸 直接滴到方轮和棉布上 静置10分钟 可以发现方轮丝毫没有影响 但是棉布已经被硫酸腐蚕透了 最后 我们把方轮和棉布 放入我们配置的烧碱溶液中 煮沸30分钟 再放到试验台检测样品强度 同样发现方轮受影响 远远低于棉布的影响 能者当然多劳 经过科学家们的潜心研究 方轮纤维不但被造成了纸 还被做成了诸如蜂窝等更多的形状 开始广泛应用于国防 航空航天 造船汽车 甚至建筑等等方面 比如飞机的机舱门 天花板 由于飞机对材料重量的敏感 包括对材料隔热性能 毒性的严格要求 方轮成了应用在飞机上材料的最佳选择 而方轮超高的强度和抗减切性 也成了防弹衣和防弹头盔的不二选择 如今我国科学家已经打破 国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垄断 能够完全自主研发与生产方轮纤维 随着国家更加富强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我们坚信 更多的技术垄断会被打破 我们的科技也会更加发展 突如其来的地质灾害 瞬间侵吞房屋 顷刻夺人生命 它来势汹汹 我们是坐以待毙 还是绝境求生 正在播出霞江守护者 风云变幻 天灾人祸 地质灾害一直是人类生存 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与其他自然或人为灾害相比较 它突发性强 不可预见 危害面积广 危害程度大 三峡库区地处我国大西南 这一地区地质结构复杂 多山区 自古以来就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区 三峡大坝成库蓄水后 由于水位抬升 造成地质结构及地下水位的变化 使得整个库区所面临的防灾减灾形势 更加严峻 由于三峡工程水位调度的特点 不管是迅期还是非迅期 库区地质灾害均可能处于一发状态 在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信息 与预警指挥系统上 我们可以看到 大大小小的一千多处各类滑坡体 密集地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两岸 而整个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的重中之重 又要数重庆库区凤杰云阳两县 它是库区地质条件最差地质灾害频发的区域 而这些地区又是库区城镇移民搬迁重建的主要区域 从2002年三峡办国土资源部早就从蓄水开始就组织实施监测 而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碳矿工艺所 从最初就承担了以凤杰县以及云阳县境内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 完成了两线57处滑坡库岸和323处高切坡 以及新扑滑坡和云阳滑坡灾害监测预警等艰巨的任务 由于引发滑坡的诱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直观的参数指标就是位移 监测滑坡体是否有移动现象 另一个是地下水 对于涉水滑坡地下水位变化与江水位的变化连在一起 与滑坡体关联度很大 还有就是降雨、江水涨落变化等 江水上涨时对滑坡体进行浸泡 导致其松软增重并产生浮托效应 而回落时又对滑坡体有拖拉作用 很容易造成滑坡体失稳 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对监测的每一个滑坡体的各种诱因 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并且找出诱发滑坡的关键因素 然而刚开展监测工作时 由于设备所限 大都靠人工监测 也就是在滑坡体上安装监测以后 组织人员定期进行巡查 但是由于监测点多 工作量大 工作人员即便天天在外巡查 各个点每个月也只能巡查一次 因为间隔时间长 在现场监测时可能还没有变化 但人前脚刚走 说不定就因为外部条件的突变 比如降雨 退水等 而有了变化 于是 一气加人工的地质监测预警模式 已远远无法适应形式的需要 如何才能实现监测数据 及时准确可靠以及高效了 成都工艺所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科技公关 很快研发出地灾自动钻孔深部位移监测仪 裂缝位移自动监测仪 和光纤滑坡推力自动监测系统等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仪器 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地质灾害监测技术方法 不止于此 利用物联网技术 成都工艺所的技术人员 在实施现场自动监测的基础上 又开发了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系统平台 这是正在使用的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系统平台 系统里包括了群测群房 专业监测 信息系统发布 以及管理系统 平台的目的就是由从前的人工监测 到现在自动实时地监测 它的功能包括监测预警 调查评价 应急处置 综合治理和相关科普知识 前端将自动的GPS 自动的雨量观测 滑坡的深部位移 地表的裂缝 以及地下水位的变化等等 各个方面的监测数据 实时自动传输到后台 通过各种数据的综合分析 就能判断监测对象所处的状态 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不仅如此 系统还能进行实时的视频监控 不仅可以看到滑坡监测现场的整个状态 还可以把镜头落到某一个点 比如监测人员所关心的变化大的地方 或者威胁对象比较多的地方 或者滑坡出现险情的地方 这套地灾监测预警系统的投入使用 使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不仅实现了监测数据的 及时、准确、可靠、高效 还能随时掌握现场情况 如发现异常情况和疑难问题 前后方可共同会诊 及时做出判断 真正实现了决胜于千里之外 人类从最初的受制于自然 到与自然之间较量对抗 到今天一步一步尝试着回归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 面对滑坡 我们首先要认识它 然后和它和平相处 比如我们可以搬迁避让 专业监测以及工程治理 这三种方法中 最高效、最经济的一种手段 就是进行专业的监测 而且无论是搬迁避让 还是工程治理 也需要依托科学的监测 来作为工程治理的设计依据之一 2012年5月底 凤杰遭遇强降雨 长江滞留大西河畔的鹤丰乡 三天累计降雨量达到88毫米 6月1日下午2点多 凤杰县鹤丰乡三平村的增加彭华坡 猛地解体变形滑向河中 滑动体积460万立方米 滑坡前缘滑入大西河约30米 上面的房屋一并垮塌 滑坡区内房屋全部被毁 由于监测预警及时 滑坡区内以及受威胁区内群众 在滑坡发生前成功撤离 9户42名村民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们观察了10年 我们通过数据的分析 还有当时的气象条件 我们预判到这个滑坡 可能在某一个因素出发以后 会发生大面积的解体 或者怀疑 由于我们监测数据的准确 把握及时 和地方政府的结合紧密 使这个滑坡在滑移过程当中 没有人员的伤亡 使当地滑坡上的人员 全部安全转移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 借助现代空间信息 物联网等技术 构建新一代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 整合集成地质灾害信息 监测预警等平台 建立完善地质灾害远程会商 和应急指挥系统 这对于减轻地质灾害风险 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异常重要 全身覆盖钢铁 厚重的外壳 看似安全可靠的防盗门 打开却不费吹灰之力 防盗门究竟有何秘密 防盗门的秘密 如何防盗似乎是一个 永不过时的话题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防盗技术和防盗手段 也越来越丰富 可是盗窃案却依然时有发生 这看似厚重兼顾的防盗门 为何难以阻挡盗贼的入侵呢 防盗门里面一般包着厚厚的钢板 重量都在百斤以上 在很多人看来装上防盗门 然后拿钥匙将门反锁了 家里就安全了 李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在她遭遇过一次盗窃后 才开始关注防盗门的安全性 我就觉得有一个门就行 结果去年年底 我回家回老家一趟 待着时间长一点 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了门被盗了 一万多块钱的现金 还有首饰都被倒霉了 感觉可心疼了 当时我就觉得 我这个安全意识特别薄弱 我选门的话 我得选一个安全系数高一些的门 因为有这次惨痛的经验吧 我就对这方面特别注重 但是我一直没有挑好 用哪个牌子的门 防盗门的种类繁多 究竟哪种门的防盗效果好 你女士并没有什么头绪 其实就防盗门的坚固性来说 已经是比较安全的了 通过破坏防盗门门体 进行盗窃的情况极少 绝大多数的小偷 都是通过防盗门的一个特殊部位 索心来攻破它的防御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防盗门的防盗性能如何 全看索心的防盗性能 这叫A级锁石 它是单排弹子 这种锁石 现在用力很少 防盗性能差 这种锁石 这叫B级锁石 它是双排弹子 比这个A级锁石 多一个月圈 这个就算了 它比较安全的 4级锁石 它这个里边都是夜圈 这样防盗性能 不一定好 从刚才的介绍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防盗锁按其防盗能力 分普通防护级别和高级防护级别 普通防护级别的锁 用字母A表示 高级防护级别的锁 用字母B表示 所谓C级锁 是达到国家B级锁的要求 但是防盗性能 要远远高于B级的锁 也可以将它使为超B级锁 不过对于锁心防盗 分等级这件事 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 从刚才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 十个人中 只有两户人家用的是B级锁 剩下的八个人家里 用的全部是A级锁 而在这八个A级锁中 还有两户人家用的是十字锁 已经有十几年历史 据专业人员称 这种锁防盗系数很低 一般十秒左右就能开启 防盗锁的性能 真的有那么差吗 我们请技术人员 分别在四个防盗门上 安装B级锁和C级锁 通过手机同步计算 看看技术人员 需要多长时间将门打开 好 一位 开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技术人员将自制的钥匙 插入钥匙孔后 不停地左右晃动 不到二十秒门锁就开了 根据技术人员的说法是 它这还属于慢的了 有的水平高的都用不到十秒 随后我们又测试了 用暴力开锁法 打开B级锁的时间 都在两分钟以内 可见B级锁的防盗性能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好 安全系数比较高的 对 我们就只能用 对 破坏性 破坏性 然而 在面对C级锁时 技术人员表示 通过技术手段 打开C级锁的难度太高 它无法完成 就目前来看 想要通过技术手段 打开C级锁的难度 是非常大的 即便是开锁技术高的人 想要打开它 所花费的时间 也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并不是说 C级锁就无法 用其他手段开启 如果C级锁 锁心的质量不好的话 通过暴力手段 开启它的时间 也不会太长 暴力拆除门锁 声音比较大 小偷一般不会采用 这种方式开锁 C级锁的防盗性能 还是比较好的 李女士多方了解 终于将门换了 不过她换的门 和其他人家的不太一样 这条门的外面 没有把手 也没有锁眼 开门依靠的是 一个小型的遥控器 节假日和年底 一般都是盗窃案的高发期 长假期间 很多家里长时间没有人 防盗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我们平时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想提示 这个广大的居民群众 一个是切实地提高 这个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 另外第二呢 就是说作为老百姓 晚上您睡觉前 一定要对自己的门户 进行检查 看看是不是真正都锁上了 一个想提示就是 现在咱们这个 这个应该说 老子特别是老小区 咱们这防盗门啊 应该说应该进行 升级换代了 现在咱们老百姓普遍的 防盗门使用都是 第一代第二代锁 所以提醒老百姓 就是咱们的群众 赶紧换更新 第三代锁新 这样的提高了安全防范的 系数 才能减少这个损失 再次咱们再次咱们